擂台比武是长哥提出来的 他本来想让阿诗乐笋赢了摄尔 然后再故意输给魏淑玉 这样乐烟就可以不用前往草原和亲 但阿诗乐笋说自己绝不可能在长哥面前输给魏淑玉 长哥劝说不成便和阿诗乐笋吵了起来 觉得他根本不通情达理 乐烟在一旁十分担忧 他知道比武招亲只是缓兵之计 担心明天没有人可以赢了那个小可汗 一想到要嫁去草原 乐烟便觉得十分忐忑 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但乐烟也不愿意二人因自己争吵 便拉着长哥离开 他告诉长哥若是出狱心中有他 便会想方设法赢得此战 若是心中无他 他也无法强求 看着乐烟这幅十大体的模样 长哥不由得感慨 乐烟真的长大了 好渡一直照顾着杜如慧 杜如慧已经病入高荒 他提起明日之战 让好渡务必赢下此战 他告诉好渡 若是觉得自己不配 那可以后面再输给其他人 但若是想清楚了 好渡便可以赢到最后 按着自己的心意来 不必像他一样 如此束缚于规矩 比武招新的现场 李承前带着长孙靖前来应战 乐烟伴做小侍女 也随着李承前来到擂台 只见长孙靖刚上台 便被打趴下 视而士气大增 大唐却无一人在应战 此时书彧过来找乐烟 他告诉乐烟 今天的擂台他一定会去 但自己一直以来 都只是把他当成亲妹妹 即使赢了擂台 也不会娶他 乐烟觉得很难过 但还是拒绝了书彧 他不想委屈任何人 也不想让任何人为难 他相信总有是一个人 是因为爱他 才站上了比武招新的台上 而不仅仅是为了要保护他 维护大唐的尊严 阿什勒笋来到擂台 他虽然说不愿意 为其他女人上擂台 但还是嘴硬心软的过来了 长哥让阿什勒笋上台打擂台 若阿什勒笋不上台 乐烟与摄尔的亲事便定下了 阿什勒笋只心意长哥一人 他不愿意为了其他女子打擂台 长哥好说歹说 阿什勒笋在最后一刻 才不情不愿地挪开脚步 可浩都却掀了阿什勒笋一步 他扔箭上台 准备为乐烟打擂台 挑战摄尔 浩都与摄尔实力悬殊过大 只见摄尔圈圈圈圈对浩都下了狠手 浩都满脸失血地被打趴在地 乐烟哭着来到擂台边 他被两名士兵拦下 他哭着告诉摄尔 他愿意认输 也愿意认命 浩都不肯认输 他也绝不让乐烟认命 顾浩都强撑着站了起来 他抓住最后一次机会 拼尽自己的全身力气 困住了摄尔 满身是血地拧下了这局 乐烟前来见浩都 他想知道浩都是否跟书彧一样 只是为了大唐颜面而上擂台 浩都觉得自己配不上乐烟 也知道乐烟心仪的是为书彧 便说若是乐烟不愿意与他成亲 他便会向圣上请罪 这桩擂台不作数 乐烟觉得浩都在自己面前 一直是谨慎谦卑 他道出了自己对浩都的想法 浩都引着乐烟的话 也为自己勇敢了一回 从今往后 他想作为乐烟的夫君保护乐烟 直到这时 二人才彼此认清了心意 乐烟早在不知不觉中 依赖喜欢上了浩都 而浩都也终于勇敢地争取到了挚爱 四方馆内一阵嘈杂 原来是李世民让各部落签合谋书 各部落惧怕阿什勒布的威力 不敢签下合谋书 甚至还有几个部落首领 打算一走了之 长哥和乐烟来到此处 劝说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抵抗阿什勒布 但众人依旧犹犹豫豫 始终不肯做决定